各位,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 总是有甜蜜的时刻 但也有枯干的时刻 有时我们会觉得读经乏味 祷告无心 听道越听越受控告 唱诗无感等等 似乎在我们的生命里 完全感受不到神 觉得离神很遥远 其实,历史历代有很多信徒 也经历过属灵的旷野期 属灵的低潮是很普遍的 即使你正在经历这样的黑暗 这并不代表你特别有问题或是软弱 在圣经里,我们也常听到神的百姓问 神在哪里 诗人在诗篇里不断的这么问 先知们如以利亚先知 也曾看不见神,找不到神 约伯遇难时,更是说道 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 能到祂的台前 我就在祂面前将我的案件成名 满口变白 我必知道祂回答我的言语 明白祂向我所说的话 只是我往前行 祂不在那里 往后退 也不能见祂 祂在左边行事 我却不能看见 在右边隐藏 我也不能见祂 各位,为什么神有时似乎好像离弃了我们 叫我们觉得孤单无助呢? 当我们在黑暗痛苦中 或是属灵麻木期 难道神不在乎吗? 如果祂真的在乎 为什么不即刻向我们写明 释放我们呢? 各位先要记得 耶稣的十字架也是附带着 孤单和被遗弃之感的 主耶稣亲身体验过这等痛苦 祂必定也能体恤我们的难过 但爱我们的主 允许我们经过属灵的黑暗期 也许是为了叫我们学习 凭信心形 而非凭着眼见 神也要使我们的心纯净起来 有时在我们看不到神时 当我们什么都没有 除了只剩下神的应许时 神问我们 单单有神的应许足够吗? 单单一句神的承诺足够吗? 单单神的爱足够吗? 还是我们一定要看到理想的结果 一定要等到自己觉得自己很属灵 很有用 有价值等 才能再次被振奋起来呢? 有时神的沉默是给我们的一个考验了 那为什么人总是找不到神呢? 有些人找不到神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在找 往往忙碌使人觉得自己没时间和精力去找神 或者是因为人有其他的关心和兴趣 把人要寻求神的心偷走 以至到一个地步 人就离神越来越远了 所以最后就实在很难重新遇见神了 另外有些人找不到神 是因为乌云遮盖了神 有时当人突然承受一个很大的打击时 或是人被一个莫名的黑暗笼罩时 即使神一直都同在 但人也看不到 察觉不到 在这样的处境的人 也许还是很想信神 很想找神 但因为乌云太弥漫 所以总是找不到神 但是当我们找不到神的时候 绝对不要放弃 那要继续寻求神 约伯记第23章10节说 然而 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金金 我脚追随他的步履 我谨守他的道 并不偏离 他嘴唇的命令 我未曾背弃 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 过于我虚用的饮食 是的 借着神的话 借着祷告 我们要继续寻求神 尤其当我们的情绪低落到 有点要失控时 我们要赶紧用神的真理 不变的事实 来充满我们的心怀意念 以致我们能得到保守 不然我们的情绪 无论是消极的情绪也好 麻木的心情也好 是会误导我们的 但真理的真实 是最终会被证明出来的 很多人很喜欢问 我找不到神时 该怎么办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继续不断地寻找神就好了 毕竟圣灵的果子之一 也是忍耐 就是在问题或冷漠的过程中 在还没有看见释放之前 仍然忍耐等候主 即使有时不想读神的话 不想听 不想祷告 也逼着自己那么做 并在信仰的黑暗期 仍持守忍耐 所以我们要继续与神交通 即使我们的祷告只剩下身赢 也继续向神倾诉 但不是盲目的倾诉 乃是恢复对神的期待的 其实会向神身赢的人 代表他对神 起码还是有期待的 另外要向自己传福音 其实很多人在属灵的旷野时 就只有很被动地 一直接受消极的意念 听魔鬼或是自己的情绪 所发出的哀哼 然后就任凭自己被这些影响 但是原来我们是可以向自己传福音的 以致我们不但是被动地听自己消极的意念 也可以主动地跟自己说话 确认福音 正如诗篇第42篇第5节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同样的 我们也当时常自己提醒自己 神是谁 他为我曾做了什么 将来要成就什么 你也许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 但你可以选择不相信你的感觉 甚至你感觉你的信心就快没有了 神对我们的信实依然存在 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3节说的 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并且 若你会因你找不到主 而难过或是害怕 那你放心 因你会为此困扰 证明你还是蒙恩的 即使你自己找不到神 神的恩典也会把你带回到他身边的 最后 你要恢复神的美意 就是 你的属灵枯干期 是必定与传福音 有关的 世人是需要那些 曾经历过黑暗 但却走出黑暗的信徒的见证的 所以 你所经过的属灵黑暗期 会使你不但能怜悯 其他干渴的人 也能给他们答案 因此 你的经历绝对不是突然的 弟兄姐妹 你找不到神时 要记住 神其实没有离开过你 神也是一直在寻找你的 盼望你不要放弃 乃继续仰望等候那信实 慈爱的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